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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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看完那个视频 看到那个 叫Dick Hoyt 他的儿子叫Rick Hoyt 真的很感动 当我看的时候 我自己再看的时候也很感动 因为很伟大的爱 因为他的儿子被磁带吊住 结果他出生的时候 已经是说不了话 走不了路 医生也说你放弃他 但是他没有放弃 因为他说 他有个生命 我一定会像一个普通的儿子 这样子养大他 然后带了他回家 其实他很难 因为他不太跌倒的儿子 又不能说话 没有儿子的反应 但是他爸爸很欢喜 他看到他笑 跟他玩水的时候 一出水的时候就笑 看到他很开心 他拍了那些片段 他也拍了给我们看 我也觉得他笑得很漂亮 虽然他是很不同的 普通人 但是他笑的时候也很漂亮 而他因为有这个 发明了一个机器 可以说话 他就说 我要超越一个普通残障的人 我要让人知道 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在那里说的时候 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也说所有残障的人 都可以像我那样 能够超越你的残障 他是一个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人 但是后来他就说 他看到有一个小比赛 那时候五里的一个小比赛 就是他为了一个残障的人 他说我一定要去跑 但是他根本跑不了 他爸爸用处理推着轮椅去跑 自从之后他跑了九十几个 九十六个马拉虫 哇 你这些马拉虫是很辛苦的 我不记得清了我的数字 不太准确 总之是很多个马拉虫 而又排了很多场的赛跑 而最后这个 又要游水 游完水 游水已经游2点多里路 又要拖着儿子 然后又踩上车 拍百多里以后就跑 跑成这么远路 看到他是一个很大的爱 就是因为他儿子说了一句话 他说当我在赛跑的时候 我觉得我超越了我的残障 他爸爸就想他感觉好 你看到他儿子到最后 冲线的时候手举起 很开心 他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是得胜的 我可以得胜的 他真的是他的得胜 他真的是 Caren说 我要上网查一下他 他说他做电子的 他高中毕业 大学毕业 其实我们很多人 都是 我们都是读书 就发觉大学毕业好像很难 但是他就会大学毕业 去创他的事业 就是原来 人可以靠着爱 因为他爸爸爱 如果他爸爸从小时跟他说 你又没用啊 生烈 你真的生个叉烧好 比生理好 你一块叉烧 也不能动 如果他爸爸是这样的时候 他真的会很伤害 但是他爸爸的爱 就支持他 其实我们的神 都是一个很爱的神 这个是God Tube 有YouTube 这个是God Tube 很多都是属于神的视频 我上网看的时候 也看到很多 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 God Tube 就在里面有这个视频 他有一首歌 My Redeemer lives 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 就是他好像在他车上 是我的救赎主一向推我 一路抱着我 正经说的 神从小到大抱着我 神的爱是很大的 当我们看的时候 这个世上有这么大的爱 为什么 因为神做人就有爱 神做我们也有爱 我们会关心人 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痛苦的时候 伤心的时候 我们也会伤心 我相信大家见过很多次 有时电影看到 有些很凄凉的小孩子 有些很没人理的小孩子 或者被人伤害的人 当我们看的时候 你的心也很伤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连衰的心 因为神放了这种连衰的心 在我们里面 你看到那些动物也有连衰的心 我当时看过那只猫和狗 我看到他有这种表现 我看到我弟弟哭 那只猫就会走到他那里 那只猫就会安慰他 原来神将这种连衰的心 放在动物中 放在人里面 如果神会放在他里面 就知道神是一个很有爱的神 他是一个很真的神 很多证据证明他是真的 如果说证据是充足有余的 因为圣经有很多预言 很清楚讲到耶稣的事 讲到世界的事情 很清楚的 圣经的科学圣 几千年之前 已经讲到现在科学家发现的事情 他怎么知道地球悬挂虚空 怎么知道电可以传递信息 圣经已经几千年之前 已经讲了 圣经也是可以经历的 很多人可以经历到神 还有近来很多人死了 他们回来 他们说我灵魂出血 我看要做什么 那些医生就很奇怪 为什么他会知道 就研究过很多个案 有千多万 在美国有1300万以上的个案 有些人死了救回 他们都说我灵魂出来 很多人讲到灵魂出来 很准确地讲到发生的事 证明人有灵魂的 我们死了之后不是结束 而有很多人看到耶稣 他就说回来 他整个生命改变了 在网上有很多人 说到他见到耶稣 你看到他那种喜乐 而有些是有新闻报告的 刚刚有一个Vell Thomas 我们上星期拍的 死了17个半钟头 有医院的记录 有电视台的电影 视频 有很多新闻网 他记载 他死了17个半钟头 但他居然可以回来 这是一个神迹 因为他们在祈祷 也有死了三天的牧师 很多人见证 已经打了6支防腐针 打了30个施司 那些防腐针 如果他不死也会死的 但他真的活着 是没有可能可以活着的 他是上到天上 看到天堂又落到地獄 也有一个死了90分钟的 撞车撞到大宝 那些机会人都不够他 把胶布盖住他 等机器把车拉开 证实一定是死了 但是牧师受了神的感动 跑去祈祷 然后又唱歌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他唱歌的时候 那个死人唱歌 他生了的时候 他说我第一个发觉 我是自己在唱歌 而这个是《Time Magazine》 最销售的书之一 有卖了百多万本 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 因为有新闻台的电视 又有本书记载出来 说到这件事 而他真的没可能的 流血流了90分钟 那些血都流了 脑子一定会破坏 但是脑子没有破坏 他这样撞发 车被人转过上高 比较大货车 他应该内众一定会被伤害 但是他内众没有伤害 这是一个绝对的神迹 他也上去天堂 有很多人上去天堂 证明将来有一天 当你一灵魂离开身体 就发觉一飞 哇 一飞到去 立刻发觉很兴省 很开心 一见到耶稣 哇 曾经有人说 我的爱是涌过来的 就是你会经历到耶稣的爱 那你今天 你说我未见到耶稣 但是我们祈祷可以经历到神的爱 我自己经历过那次安卡留 为我祈祷之后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很明显是神的爱 很清晰 我跟那些人说 我永远不会因为圣灵的工作而羞耻 我永远都会告诉别人 圣灵是很真的 很真实耶稣的爱 感动到我 不停哭 不停哭 就是没有原因 我当时没有这个心态 我愿着站在那里 当我一碰我 我的爱一涌入来 是即时哭了很久 是最舒畅一次的 原来神的爱是这么真的 而神的爱是会透过我们活出来的 神是很真的 耶稣的最大爱是什么呢 就是祂为我们钉死 祂是神的儿子 祂居然为我们死 让我们不用落地狱 因为祂不想我们落地狱 祂不想我们离开祂 失去神的一切恩典 所以祂为我们而钉死 祂是受神天父的奏助 受天父的惩罚 而我们得到赦免的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看到有个女人 就是玛利亚 她对耶稣的反应 因为当她看到耶稣多爱那些人 多关心那些人 她的信息如何改变人 耶稣的能力如何医治很多人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祂知道这是神的儿子 祂很深深地相信 所以祂自己的兄弟 拉撒路死了四天 耶稣去到坟墓 叫他搬到石头 然后祈祷求天父荣耀他自己的性命 祂说你已经荣耀你的性命 再求你再荣耀你的性命 然后他叫他撞开石头 然后大声说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就全身包住布 是死人的 已经是死了四天 就走出来 耶稣就说和他解开 一个人死了这么久 居然可以复活的 当玛利亚看到耶稣的爱的时候 看到耶稣的能力 他是很全心全意去爱耶稣 随便说 来点热